Hello大家好,我是J2恋小姐Jennifer 我们在好几个月以前就跟大家提过这个Fusionist 那她是推出了新的活动 那这一次的新活动它是Beta的测试权限 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就有机会可以拿到AC代币的空头 那她竟然已经是名牌的空头了 Jennifer就很快速的来跟大家讲一下说 我们要怎么样参加 那她活动时间相当的短暂 只有到明天而已 所以有兴趣的大家就可以赶紧来把握 那先前我们这支影片里面讲到Fusionist 那她是拿AC代币的活动 那时候大家都很赶 每天都会上去领水买加速器 但是目前领水几乎是领不到的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还是可以回去看看Jennifer的这支影片 我会把这个影片放在下方叙述的栏位 那今天的重点要来跟大家讲说 这个Fusionist的新活动要怎么样参加 那她如何空头 哪时候会空头ACE的代币 我们先来看一下时间 首先只会让大家有个概念哦 这一次呢 主要是Fusionist她要推出Beta测试 那这一次呢 主要就是要来角逐测试权限哦 并且有机会来拿到代币空头 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这个第一阶段 时间呢 直到5月26号 也就是明天哦 那我们呢 要来赚Pulse的积分来获取Astro Access的白名单 还有这个Pulse的Bots 那第二阶段呢 是要去Mint Astro Access的白名单 时间呢 是5月27号到5月29号 接着呢 会有Astro Access的持有者快照哦 那并且呢 会透过email的方式 发放Beta Key来给得者哦 那接下来呢 就会是这一次的Beta测试开始 只有有权限的人可以参加 那直到6月8号的时候啊 整个测试就会结束 那也会把Astro Access给烧掉 然后另外呢 再命另外一个代表光荣的这个NFT哦 那最后呢 会是在6月12号 6月13号的时候 就会有奖励机制的发放 那最后呢 才会是Ace代币的空头哦 目前这个部分时间是还不知道的 那这是一个大概的时间轴哦 非常的清楚 那说到这边啊 大家呢 就可以赶紧用Joliver的推荐连结 来参加这个活动哦 我会把这个连结 直接放在影片下方哦 那我们现在啊 是在第一阶段呢 那如果说你想要来增加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Pulse的积分 方式是要分享推荐连结 或者是消耗这个Ace代币 或者持有Freshness的NFT 或者是要来完成Twitter上面的任务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一个一个讲起来哦 推荐连结在什么地方啊 我们到这个网站上面之后啊 有一个Friends Plus 这个地方我们就copy link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就是你的推荐连结 如果说朋友点击了你的推荐连结之后啊 你就可以获得1到50个不等的积分哦 只要点击呢就有机会 那跟大家讲一个小秘诀哦 大家呢可以到Joliver的Discord里面 那有一个自由区 自由区里面啊 大家呢都在互助哦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连结贴在这个地方 然后并且留言告诉我们 或许Joliver呢有空的时候 也可以上去帮大家 第二种方式 我们可以来消耗Ace的代币 来增加Pulse 那消耗Ace呢 获得积分呢会越来越多 并且呢最多是可以消耗10次 好那第三个方式呢 是你可以去完成Twitter上面的任务呢 就可以来增加Pulse 那每个任务呢 是可以获得50个Pulse 那现在呢在他们的Twitter上面啊 就有一个Twitter的Post 那Joliver呢已经在前几天 就已经分享在Twitter上面 请大家可以来做起来哦 转推呢就可以拿积分 其实蛮简单的 那我会再把这个连接放在影片下方 好那再来呢有一个方式是呢 如果说你是Fusionist的NFT持有者的话 或者是Ace的Domain的持有者的话 5月25以前呢 你都可以来申请增加Pulse 那它呢会依据你的NFT的种类 以及你域名的字数 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积分哦 那积分呢会排名哦 那排名之外呢积分大于600分的人的话 可以来Mint一个银色的 这一个Bots的NFT哦 那它呢总数量会是3000个哦 那Mint的Fee呢是一颗Ace 1200分的话呢 是可以来获得一个金色的这个Bots 那但是呢你要有金色之前啊 你要先有银色的才可以哦 那金色的总数量呢会是2000个 一样你必须要消耗一颗Ace才可以Mint 那如果说啊你的积分是大于2000分的话呢 你可以来Mint一个传奇的Bots 那它的总数量呢会是1000分 它长得就是这个有点彩色的这样子的一个样子哦 那MintFee呢也是一颗Ace哦 那这些Bots呢它都会增加你Ace的空投哦 那谁呢可以来获得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Beta的白名单哦 我们也来看一下哦 其实呢能够获得白名单的数量并不多 只有接近差不多270个名额左右哦 我们来看哦 这个排名啊积分排名第一到100名的人呢 你有机会来铸造Beta的测试的这个Altra KeyOne哦 那如果说你是排名101到500名的话呢 它会根据你的推荐链接的这个值呢 来选择170名玩家哦 那就可以来铸造这个KeyOne哦 不知道它这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但是它就是会选择170名玩家哦 那真的没有办法用这个邀请的活动来获得积分的朋友的话 那你可以等之后的二级市场 KeyOne呢它会在以太链上铸造哦 那也会在OpenSea的二级市场上面去做平台的交易哦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但却没有办法拿到白名单的话呢 到时候可以再去检检看哦 那今天呢就来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Fusionist的汇整哦 那大家呢就可以用J2的推荐链接来注册起来 那并且呢因为时间剩下不多了就赶紧把握哦 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埋伏空头呢就是在猜哦 不论你是花时间或者是花金钱都是需要成本的 请大家务必要谨慎评估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 希望说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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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